共僚仁和桥除袖上漆修缮落成 今天由民政局长柯慶忠 市议员林一齐 共僚区里长及多位地方士绅 及共僚区区长共襄盛举 立临启用仪式 就是没碎而已 就像我们围子没碎 更好的围子 其实都没碎 碎了都像是线线线的 所以说看都很高兴 我们再多年了 如果这班轎看起来 如果是落荷 或是人在走到黑的时候 我们再做一个清洗 这次看起来一班轎好像新的地方 品质是流到好的 我们水洗洗清清的 再整理一下美化一下 包括到我们工作的用心 我们只要立丁 公所和我们这些资港 大家好朋友 你看我们立业不是只有这样 我们不是凹凹凹凹 我们可以让它不一样的展现 不一样新的一个风貌 人和桥作为福隆主要民众 及游客通行桥梁 邻近有知名景点福隆海水浴场 福隆青少年活动中心 及福隆火车站等等 游客可经由人和桥 往返福隆海水浴场及福隆火车站 有助于民众搭乘大众运输 及舒缓附近旅游人潮 在这里我要感谢民政局 我们科局长 对我们人和桥的一个协助 让我们人和桥整个换人一心 在这里也补充一下 其实民政局今年不是只有补充车而已 在福隆中心的厕所 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厕所 整个修缩工程近一多 我们9月份也开始施工 另外刚才局长有说的 我们15号公布了 我们的排水工程200万的保重 在这里我们的 9月份也开始施工了 在人和桥 我给我们的区长拜托 我说区长我们这个人和桥 大家都知道 这个海气很严重 他妈想拜托 这科局长 他就百百几万来给我们用 所以这要说给我们的乡亲听 尤其是我们国民的林长 今天也都很踊跃来参加 那也请我们的林长 你们来告诉我们的 我们里面 政府给我们做什么 人和桥因临近出海口 常年受到海风侵蚀影响 导致桥梁构建严重锈时 为保障民众通行安全 是否补助人和桥除锈上漆工程 百万经费 人和桥刚构建已全部除锈上漆 另外桥面两侧洗石子以海浪元素 呈现出自然让漫的氛围 借成为共聊采访报道